大家好 前两天买了一个杜鹃花回来 在家里面也缓了几天秒 那么我们买杜鹃花回来 想要给它换盆 一定要缓几天 等它适应这个环境 我们再给它换盆 那么首先先脱掉这个盆 因为这个盆都是那种营养盆 我们把这个盆脱掉之后 一定要去除这些杂物 还有这个土球我们也要去掉 去掉三分之一到一半 只保留三分之一 或者保留一半就够了 因为这个土球这个营养 养分不充足 我们保留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目的 就是让它更容易适应一个新的花盆 适应一些新的资料 如果我们把这个土全部去掉的话 它比较难适应一个新的资料 新的环境 但原来这个土养已经没有多少养分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去掉 如果有烂根的话 我们最好将它修剪掉 这里也没有什么烂根 松下这个土球就可以了 那么选盆的话就选这种短一点的 因为这种短一点的花盆 它不容易积水 非常容易干透 小一点这个就可以了 不要浪费 我们上盆之前 先把这个泥土放一点在这个底下 然后呢 加入一点这个农家肥 这个农家肥就是羊分 这个肥力非常的充足 不能加太多太多了 容易引起肥伤烂根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这个挡住 不给它直接碰到这个根系 就可以直接上盆了 那么我们给杜荐花换盆 大家也要注意 不要把这个杜荐花种得太高了 一定要留一点点空间 给它浇水的时候呢 不要这个水直接从这个盆面流出来 直接填入土壤就可以了 这个土壤呢 非常简单 就试一些普通的沿土 然后加入一些松针 为什么要下松针呢 因为松针它是偏微酸性的 非常适合杜荐花生长 杜荐花呢 它是喜欢微酸性土壤的一种植物 加入松针之后呢 我们后期养护呢 就不需要经常给它 改善这个土壤的酸碱度 这样的话就非常适合杜荐花生长 这样就换好盆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杜荐花换盆的一些方法 跟配夺方法 也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